大家好,我是蜡人老师,大家都喜欢听音乐吧,大家也都喜欢游中国吧,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喜欢的两件事情放在一起,来点不一样的,带着大家听着音乐游中国,你准备好了吗?请跟我来听第一个曲子。 这段音乐给你什么感觉,你觉得这是什么地方,这就是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,歌手的声音浑厚优长,表现出了草原的广阔,闭上眼睛就像我们已经在大草原了一样,我们来听听这个。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从刚才的草原又来到了高高的雪山,这是来自中国青藏高原的声音, 你能从歌手明亮的高音里感受到壮观的雪山和山顶的云层吗?是不是很美? 这是一段快乐的音乐,听起来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一起唱歌跳舞? 对,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美丽的云南省,那里少数民族最多,唱歌跳舞是那里的一大传统,你从音乐中感受到大家欢乐的气氛了吗? 这样有中国有意思吗?如果你也想分享这样的音乐,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哦,我们下次见吧!